本片为直播教学转图文版 详细说明请至直播分类观看 这里是埃及投资客日记直播的频道 今天讲的主题是 开千万名车住千万房的目的 有些人呢是有目的的 比如说你看到有一些人是你业务 明明没有很多收入 可是他就开了一台千万名车 然后住在几千万的房子里 用租的只租一年 你知道这个目的是什么吗 很简单这个目的呢 你看了一下 他的每个月的收入金流 其实只能租一年 他的房子是用租的 但是他开千万名车是个业务 是做什么的呢 就是卖高级品的 我们先不管那个高级品是什么 就是他自己 但是你要知道他为什么要租在那 讲白了他的目的就是 住久了你自然会跟住户熟 住户熟了就可以做生意 生意在更熟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发生人生逆袭 马上从垂直的生意变成水平的生意 业务变懂年 这样你了解了吗 他就是在里面掉金龟序的 掉金龟序的 你了解吗 所以很多人会有疑问 明明没有钱 为什么要去租这么贵的房子 而且那个租金根本就不划算 为什么要租 他当然是笑笑跟你打哈哈 人要有生活品质 要有梦想 他的梦想能告诉你吗 当然是不行 因为你不是金龟 他可以告诉你 我就是进去认识一些有钱的 有机会的话 我就从垂直的生意变成躺平的生意 从此人生走向康庄大道 不用上班 可以这么说 可以这么说吗 当然是不行 当然是不行 因为你会学 然后 接下来呢 你们说 那是有钱人的世界 有没有比较没有钱的例子 有的叫做职业军人 这些人呢 这些女的呢 可能也没什么钱 那进去的目的呢 就会锁定一个军种 可能就是空军 为什么要锁定空军呢 因为很简单呀 通常你在空中飞 那种保险公司不愿意 不愿意理赔的 他们的薪水大概都是十多万 这个呢 对不对 就是接近他之后呢 本来在空中飞 本来在空中飞 结果很快的就在床上飞了 就这么简单 所以你回去 千万不要问你老婆 当年你是不是有目的地接近我 废话当然是有目的地 接近你的薪水呀 不然他巧于接近你干什么呢 对不对 当然我不是说每个人都这样 我相信你老婆跟你一定是真爱 今天就播到这 不要说我讲的 自从你婚后 我就不认识你老婆了 千万不要去问你老婆啊 因为你们已经在这个 垂直的生意变成躺平的生意 就不要问了 鬼会承认 你就把这个藏在心里 藏在心里知道吗 好好藏在心里对不对 你看我这个直播镜头 都快看不下去 都倒了 就这样子啊 今天就播到这 希望对你有帮助 其他不能说的秘密 我们都放在线下咨询 线下咨询很多秘密呀 今天就播到这拜拜